请携带好您的随身物品 出示登机牌 由七十二号登机口按许登机 欢迎登机 欢迎登机 请进 江部长 南婷啊 有事 关于承霄的工作安排 您有什么打算 承霄啊 他去那儿有一个周了吧 怎么样啊 没出现差错 你看 效果还是不错的 既然已经达到交流学学的目的 您看 是不是让承霄回到飞行部 毕竟他是飞行员 这就让他回来 他才去了几天呢 我现在就让他回来 这是不是显得 我们安排工作太不严肃了呀 好 我看 起码让他待过一整个月 您好 是去深圳的吧 是的 好的 您先上车 您好 您好 我来 我来 谢谢 您先上车 谢谢 谢谢 陈销 李总 你怎么 我来地勤部学习一下 你今天要出差 本来要飞 您许有事 改下航班 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马上 马上 那你快忙 不好意思 好 没事 坐稳喽 发车了 为了保证 您和他们的出行安全 请您外出飞带停车 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们是不是应该跟程康解释一下 目前还没有接到具体员的通知 行段上有雷暴 广州的静静航路上也被雷雨覆盖了 机场一调度 航路一控制 再来点绕飞间隔 都不知道会延误到什么时候 老天爷跟人一样嘛 总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正月 发餐到了 再给他们发餐吧 好 各位旅客你们好 乘坐陆州航空 XD8311次航班 前往广州的旅客且注意 我们现在将为您发放盐物餐 请您拿好您的登机牌 请识识您的登机牌 在座位上耐心等候 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 谢谢 您的餐食 是 抱歉久等 都放饭了 这是不让我们走了呀 对呀 这是什么的时间 那是什么的 很抱歉 我们在等待机长的上课指令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能起飞 我们地面人员 也不太清楚这个状况 所以还没有办法给到 准确的时间请谅解 那飞机延误 你们怎么不报呢 对呀 为什么延误得告诉我们为什么 不然我们该等着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不是 天气原因 天气原因 外面天气这么好 你说的天气原因 广州的天气我也是查过的 没风没雨没雾的呀 是这样的 天气原因分很多种情况 像除了出发地机场 不适合起飞 目的地机场 不适合降落之外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飞行航路上 天气状况不适合飞行 我们刚刚查过了 航段上有雷雨曲 那天空那么大 你们绕着飞不就行了吗 天上那么多飞机 都是有航路的 就像马路一样 另外因为飞行安全 和国防需要 民航的航路 也是很受限的 可绕飞和回旋的一地 非常小 小船 你先上去吧 你先上去吧 工作怎么样 我做地勤还归你管啊 你毕竟还是我们飞行部的 你毕竟还是我们飞行部的 那请问我什么时候 可以回到飞行部呢 喂 你好 好的收到 机械故障 机械故障 各位旅客 很抱歉的通知 前往广州的XD83E一次航班 由于机械故障 短时间内无法修复 请您耐心等待 进一步的通知 谢谢 机械故障 你不是天气原因吗 什么情况啊 我们刚刚接到通知 是机械故障 但是航段上也的确有雷暴 你少废话啊 机械故障是要赔钱的 天气原因不用赔 你是不是想赖给我们赔偿金啊 既然是机械故障导致的延误 就要马上给我们赔钱 先生 我们公司有规定 要四个小时延误以上 才会安排休息场所 或者是赔偿 还行 你们耐心等待 我没那个耐心了 到底还要等多久 抱歉先生 现在我们没办法确定 具体要看 是什么原因的机械故障 是这样的 如果是简单的非控计算机 那么修复需要两个小时 如果是大型故障 比如发动机之类的问题 那可能要换飞机 需要三个小时 我听你们胡扯啊 我不等 等不了 先生 你冷静一点 你也冷静一下吧 先生 行 陈先生 我 我 你 你干吗 你 你还在打我 你 你干吗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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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登机口都有进口 你刚刚做了什么 全都录下来了 怎么回事 这位先生当时 铺了我们工作人员一身水 郑哥 你好 我是陆州机场公安 你刚才的行为 涉嫌危害公共安全 请配合我们到派出所 协助调查 麻烦你也给我们去一趟 协助了解情况 请吧 今天晚上我想请个架行 没问题 小陈姐 好 好